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二弟 你说吧 我们听你的 咱们这样啊 待会儿告诉二班三班 今天晚上咱们就把队伍拉出去 上山劫富击拼 怎么样 好 二弟 你都听着 好 好 主意 来 你管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你通知二班 龙安娜 好好干 我会替把你当警长的 谢谢君多在北 我们家有唐吟的画 唐吟的画 对 不会是烟品吧 我爹是老胡懂了 绝对不会收藏烟品的 我很早就知道你们家有很多宝贝啊 很想保保眼福啊 君多 我爹是老胡懂了 我爹不让我告诉外人 当然了 局座不是外人 是唐吟的什么画啊 这 好了 好了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好 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没什么事了 那你下去吧 好 你们看啊 这个地方 这有敌人 这个地方 也有敌人 报告 说 报告里营长 带头逃跑的那个士兵 已经查清楚了 接着说 他的真名叫陈二弟 是永和村原农会会长 和他在一起的叫山娃 也是永和村的 农会的人 要不要去永和村追捕我 他们会傻到在家里头 等着你去抓他吗 算了 你先出去吧 是 可惜了一块当兵的好料啊 是不是 来 接着说 就在这一带 也有 这儿 就有 这儿 光年 你放心 我们慢慢找 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但是眼前最重要的 是你要先找一份工作呀 找工作 为什么 你不工作打算要饿死吗 要不这样 我去找报社的范总 你重新回报社吧 不去 我可以 到街道上摆花摊 摆花摊 你为什么要摆花摊啊 我就是弄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能感觉 他就在这个城市里头 离我很近 我都能闻到他的气息 是 光年 你这么痴情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他了 但是他已经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 早就把你忘了 那你怎么办呢 不可能 他没有理由这么做 也不会这么做 好好好 他没理由这么做 也不会这么做 行吗 别在家这么闷着了 我们出去走一走 好吗 不去 去吧 去吧 包子 包子 干嘛 给我来一斤肉包子 好嘞 长官 您那肉包子 包子 包子 你就进来吃吧 我不想吃馄饨 伙计 来两碗馄饨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想进来 没为什么 本来我想请你喝咖啡的 就怕你想起第一次我跟他吵架的事 来了 好 谢谢 光年 平心而论地想 那件事情 是我错还是他错 我承认 他是没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是 这可以从头学起吗 你没有必要去这么欺负人 我欺负他 那你怎么不说他欺负我呢 他怎么欺负你了呢 他就站着他有一双大脚在欺负我呀 瞎说 他从来没在我面前说你一个不字 倒是你不停地说他坏话 书琴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你不应该这样 光年 你这意思还是我不对是吗 我觉得 我觉得你自从认识他 你整个人都变了 你不但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 而且你还忘记 你是一个带有贵族血液的人 他的生活习惯你不但能容忍 反而还显得特别欣赏 别跟我提贵族这两个字 一听我就心烦 不就国外读几年书吗 你不想听我也要说 如果你们再生活在一起 不久你就会变成一个吃饭巴鸡嘴 一脸油汗的土财柱 什么叫进驻者吃鸡莫指黑呀 也许你自己感觉不到 在别人眼里 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出国留学 回来的留学生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好像是我把他赶走似的 我就是不愿意 你在我面前说他坏话 我说他坏话了吗 算了 对不起 是我心情不好 那你心烦你也应该绅士一点吧 卖烟了 卖香烟 旗鼓盘香烟一分钱一根 卖烟了 吴小姐 你 你怎么把烟摊了 那个 我欠你的钱 房租还有医药费 等我凑齐了 我马上还给你 我马上又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给你买了洋城几个 最有名的包子 你撑一下 尝一尝 不要 不要 你干嘛给我买包子 不要 我没事 我就是顺道 买了几个包子 你别误会 我欠你的 我还没有还清楚呢 不要 你不用还我 哪有欠钱不用还的 你别着急 我把钱凑齐了 马上就会还给你的 要是你没有什么事的话 你就走吧 我要卖烟了 那 这包子买都买了 你要不就尝尝吧 要不 你带回去自己吃吧 陆小姐跟你说实话 你真是和我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姑娘 叹若两句 陆小姐 我想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跟我说实话 或许我能够帮助你 想起那天在医院的情景 真是把我给吓坏了 怎么了 我想你不应该是那样的 你是当兵的 什么没见过 是 可 可我感到还是很惊讶 你和你的那个朋友是不是 是 行了 你别说了 没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先走吧 我要卖烟了 那 那我先走了 老板 买烟 有会儿吗 点上 点上 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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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点吧 不认识我是谁吧 告诉你 在这个地盘上 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就是 就是 谁让你在这摆烟摊的 谁让你摆的 我自己在这摆的还不行吗 倒是 这烟都发霉了 不可能 呸 这是什么烟 兄弟们 把它撒 走 干吗呀 干吗呀 你们 干吗呀 你们 干什么 兵哥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你们在这干吗 不是 他卖我们发霉的烟抽 烟发霉了这是 不能抽啊 没有 根本就没有发霉 对 我跟你说啊 少在这儿捣蛋 小心我收拾你们 不是 这姑娘是您的谁呀 她是我的谁用不着你管 带着你的人骨鬼蛋 那你先忙 我们就先走了 坐 坐点啊 谢谢了 你干吗坐这儿啊 你坐这儿别人都不敢来买烟了 好 买包喽 书情 能帮我一个忙吗 说 到报社 去找范总归 帮我登一则学人启事 是为了找他吗 对 你不是说 他就在这座城市 就在你身边 你能嗅到他的气味吗 没错 那就说明他故意在躲着你 你这样不是自作多情吗 你愿不愿意 帮我这个忙吧 愿意 你说怎么登吧 需不需要外加提供线索者 多赏几个大洋 如果你愿意借给我的话 那更好 不过 光年 等寻人启事 真的是一件特别荒唐的事情 而且 两个刘洋回来的人 一起做这样一件傻事 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了 如果范总编说起来 那我怎么说啊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嘞 好吧 那我就说 我们光年失去理智了 还搭上了叶小姐 叶小姐 叶小姐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快请坐 不必了 谢谢 范主编 有件事情拜托您 光年想登一则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 对 奴小姐失踪了 那 那光年自己干嘛不来呢 她自己不想来 叶小姐 我为光年有你这样的同学和朋友 而感到非常地高兴 可惜了 光年可是个人才啊 对了 叶小姐 我们报社马上要办一个复刊 你看你能不能请光年 给我们写点稿子 她的文采可是非常好 我可以给她最高的稿费 真的 那我先替光年 谢谢范主编了 但是 我还不知道光年 愿不愿意写 那你帮我说说呗 好的 就是帅呀 太像样了 光焕 这回 你不用再给你老婆捏小脚了吧 叫警长 对对对 曾警长 这回 该你老婆给你捏小脚了吧 错了 是捏熊掌 熊掌 叶小姐 快给叶小姐泡西湖熊掌 笑什么 要让叶小姐喝几条睡啊 别烦了 你说什么 叶小姐 您看 局座提拔我做警长了 不错 光焕 光年显灯学人骑士 他不是有病吗他 不是他有病 是我有病 我帮他等等 对不起叶小姐我 我不是说您 你知道 卢小姐现在在什么地方住吗 你要知道的话赶紧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呀 让我好心里有个准备 我不想让光年这样误打误撞 您说这疯子到底想干什么呀 像叶小姐您这样尊贵 漂亮大方得体的阔小姐 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呀 我都想当年去法国留学 行了 别说些没用的了 我跟你说的记住了吗 记 记住了 好 大爹 大爹 你现在里边关着的时候 你那天梁啊 一直想办法救你 什么时候进城呢 去看看他曾先生 光年 许人骑士登出来了吗 登了 对了 光年 范总编说 想让你帮他写点文章 稿费他会出最高的 我不感兴趣 我知道你对稿费不感兴趣 但是你也不能整天 这样在家待着呀 我不想跟报社打交道 他们从来都不说真话 全是糊弄人的 其实 报社的范总编和杨总编 人都不错的 别跟我提了杨总编 好好好 不提杨总编了 我知道你对那些事情 还耿耿于怀呢 其实最受伤害的还是我 不是吗 爹 娘 光汉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事我知道 是叶小姐去报馆 刊登的寻人启事 叶小姐 对 他找大脚干吗 是光年要找大脚 光 光年 光年 你让他去打 belangrijk 那个混蛋 是光年 的 太太 Heute 是光年 的 她的心不是享受就能收得住的 你得帮着她找 还得陪着她找 最后整个阳城都找遍了 找不到人 她自己也就死心了 那万一那个寻人启事 她看见了 那个大脚找上门来怎么办 太太 这个您就放心吧 其实啊 奴小姐就在阳城 就在我们身边 她不是不知道光年在找她 而是她根本就不能见光年 您就别担心了 叶小姐啊 我和老爷就全靠你收住光年的心 让她回心转意了 太太 光年的脾气 我最清楚了 她就像是一匹脱了江的野马 你想套住她 就得先顺着她 有你这番话 我们就放心了 董先生 大帝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跟天亮 天亮不在 不在 他走了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董先生 这也不错了 董先生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天亮到底怎么了 还有 那个女人是谁 大帝 你误会了 你听我说 我和你从里面出来 天亮就失踪了 你骗谁呢 我真没骗你 你 吹你的 光年 我要是日子你这样 我当时就不应该是天亮跟你走 那你干什么打人啊你 算了 你没事吧 干啥 陆小姐 你怎么又来了 我给你买了点张继的点心 这是阳城最有名的点心了 你尝尝 这跟上一次的包子有什么区别 陆小姐 这我就不明白了 我李星国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 你一直要这么对我 是我不好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的 要不是你帮我找了这房子 我现在去哪儿 我都不知道呢 对 陆小姐 我正要问你这件事呢 我今天看报纸的时候 发现有人在报纸上 登了你的寻人启事 你看看 是不是你的那个朋友登的 陆小姐 你和你的那个朋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你怎么不去找他呀 你怎么不去找他呀 我答应叶小姐了 你就不应该答应他 那你叫我怎么办 当时我哪儿都找了 营地找了 李村找了都找不到你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陆小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知道 当时监狱天天在杀人 只要被你们抓过去的 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我知道时局光年 对我意味着什么 可那是一条命 是大帝的一条命 李英勺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看看 你看你看 什么有警察来找啊 就是啊 奴小姐 你怎么不乱包啊 你找得我好苦啊 挺好 不错 不错不错 看够了吗 看够了赶紧走吧 怎么说话呢 我现在可是 阳城警察局的曾经长 你也配 你这个人真是 好了 我不跟你计较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知道 你一直是因为报纸的事而记恨 不怪你 怎么说呢 你也别怪我 毕竟是家丑不可外扬嘛 光年呢 光年 光年 曾光年 光年不在 他知道你在这儿摆烟摊吗 你看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 我说曾光年跟你在一起 也就是为了出名 你不信 你看 全让我说中了吧 我跟你说了 他当初跟你在一起啊 就是为了出名 现在人家 又是画家 又是作家 身边还有叶小姐天天陪着 你再看看你自己 行了 你说够了没有 说够了就赶紧走 我要卖烟了 对了 农小姐 现在啊 这一带 这都归我管啊 你说你住在这儿 好胆地跟我说一声 万一出点什么事 除了我曾经长 谁能对你负责呀 是吧 多光看 李营长 李营长 你好啊 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大脚 不 奴小姐 怎么着 李营长 也来找奴小姐 行啊 金屋藏娇啊 王八蛋 跑到这儿来撒野是不是 李兴国 现在我可是这一带的警长 你在我的地盘 你说是谁 用谁撒野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乱来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 你想怎么对我不客气 啊 李营长 李营长 加油 小心走火 小心走火 滚 滚 走 走 走 谢谢了 他怎么来了 不知道 林医长 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叫你别再来了 你看看 这周围林医看着 多不好啊 陆小姐 是我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这我得对你负责呀 难道你要对我负责一辈子啊 对呀 我就对你负责一辈子呀 你说什么呢 哦 不 你千万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任我做妹妹 你可以任我当哥哥 我任你做妹妹 不是 反正就是我是你哥哥 你是我妹妹 我就可以照顾你 等你以后有了家以后 那就你家里人照顾你 不就行了吗 晚我再离开 给我来两包旗鼓 来 过来 两包是吧 来 给 谢谢长官 我说大妹子 你可真幸福啊 你看 有个当大官的丈夫 而且还对你这么好 什么眼神啊 这是我妹妹 我是她的亲哥哥 说话注意点 你们是兄妹啊 不好意思啊 长官 记住了 我是她亲哥 她是我的亲妹妹 对不对啊 过海 你干吗呢 你干吗 我才想她们杀人 杀人 杀人 看看去 滚海 你这脸怎么了 还有 你要杀谁呀 被老婆欺负了吧 杀三寸金莲 不 金莲三寸 金家的三寸金莲 就是给人家玩的 你不玩 他能饶过你 说的也是啊 真不玩了 老乘不拿我开什么帅 自己家里没烧酒啊 叶小姐 叶小姐 你要出去啊 关翰 找我什么事吗 大脚 我找着了 找着了 在哪儿啊 在大同巷 大同巷 摆了个小烟摊 那个李兴国也去找他了 李兴国 哪个李兴国 就是那个当兵的 李营长 知道他们 是什么关系吗 还不知道 是什么关系 你去查 然后告诉我 好的 我一定 把他查清楚 帝 天良跟曾先生 好像是分开了 真的 对 曾先生跟其他女人在一块吗 曾先生不是那种人哪 爹 我可是亲眼看着呢 那天良呢 不知道 你没问问曾先生 曾燕说 他也不知道天良上哪儿了 我也找了好几天了 一直没找到 这怎么回事 大爹啊 什么时候进城 再好好问问 看到底出什么事 爹 是 土哥啊 哎 老爷 送完了粮食 顺便找找 看天良在哪儿 好 再来 走 路上慢点啊 好 走 你 弟兄们 老奴家运粮食的车可就要到了 今天这活咱们得干漂亮了 粮食留下 可这人命咱不能杀 行动 你干吗去 携粮啊 土耕认识咱俩 你傻呀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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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别滑点 快走 拿着你 福哥 对付录了啊 回来了 带你搭坏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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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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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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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辛苦了 好好好 叔 把这些粮食给乡亲们都分了啊 好好好 那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外边还有呢 还有 好好好 那我们帮你就到外面就去盗 不用了 我们去搬去吧 好好好 看场 我说 朱市长 这土匪闹得太不像话了吧 拦路打劫抢我的粮食 不是啊 把我奴家的人打成什么样 你也看见了 这事怎么办吧 请喝茶 陆老爷 我就是来给你解决这个事情的 那什么时候交匪 这事 交匪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那要动用军队的 明白了 动用军队就是让我出粮食呗 上次镇压农会 我出了多少粮食还记得吗 那是为了救人嘛 我不糊涂 就一个人 能用了一百单粮食吗 好 陆老爷 这个事咱就不提了 这次 我准备让军队 直接就驻扎在你永河村 你看怎么样 你住哪儿我管不着 不过 我可没有多少粮食啊 那 那你能出多少 实弹 少 你说 行 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啊 如果部队来了 在这儿比划比划 对土匪吓唬两下 拍屁股就走 可怎么吃的 怎么给我吐出来 好 好 好 光年 光年 现在都几点了 你还在睡觉 我已经把稿子写好了 放在桌子上了 你看看吧 永和村记事 光年 这文章的题目起得太好了 永和村记事 光年 我跟你说话呢 你就别恭维我了 我什么时候恭维你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人只会损人 从来不会恭维人的 永和村记事 你马上就要成为大作家了 老杨 这篇稿子写得很不错 是叶小姐送来的 叶小姐 就是叶局长的千金啊 她和曾光年是什么关系啊 他们一会儿去法国留学 是同学关系 而且关系很不一般 那发吧 好 老板 报纸我要的 老板 拿个报纸 来张报纸 好 好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 从早上一直到下午 我一步也没有离开 但还是一个孩子也没来上学 等待的日子 过得十分的漫长而煎熬 米纲没有你了 饥饿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折磨 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 忽然 我觉得一双漂亮的大脚 迈进祠堂的门槛 我一声叫喊 天良 这原来 是一个梦 对 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小姐 你姑妈来的电话 让你回电话 嗯 知道了 等等皇妈 妈 如果是公妈来电话 就是我国在 喂 是叶公官吗 我是报社的范总 请找一下叶小姐 小姐 是报社的范总找你 喂 是范总编吗 你好 叶小姐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永和村的济世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 真的 真的引起很大的反响啊 好好好 我一定转告他 谢谢您了范总编 哎 再见 哎 淑琪 其实我挺感激你的 感激我 你对我一直这么包容这么豁达 你可别以为 你输了几句公为我的话 我就继续帮你找他 等我拿到稿费 去买一辆自行车 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他 给你借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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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 马尔 Maro difficulty 你女 conse方 他が选择 それを持っています 私歌は 忽不及防 纵悲打碎 少不尽是胡乱 期待 愁愁的我 忐忑 徘徊 趁你在幸福无限回味 不顾一切追悔 他与我 相隔千山万水 忘不开梦 情泪痕在心底 麻木了痛 初习惯了孤独 道不明说 不轻微有心痛的痕迹 爱飘浮 风中 心如影随形 眼望他的眼心滴满苦泪 此情排悬 不定是否心相偎 旧日情 祝醉 我将守护到沉睡 往事终 终永世不分离 是否爱已失去 终有情难断 心如影随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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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